自和王妃离婚后,李亚鹏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微博爆料号圈掌柜、八哥专用等纷纷在微博晒出李亚鹏的近照。 公知浩们在微博写道,李亚鹏出席了朋友的婚礼,今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才44岁已经秃顶,后脑勺头发几乎掉光,岁月不饶人啊。 照片中,李亚鹏坐在餐桌前,孤身一人,神情落寞,偶尔有人答话才露出笑容。 不过和面容状态相比,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头顶,法量稀疏后脑勺几乎全光的样子惊呆了众人。 雄性秃的模样无不透露的沧桑感,联想起以往的帅气模样,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,网友忍不住高呼,敬哥哥,你怎么了? 王妃的另一任前夫窦围也是聪明决定,早年的绯闻对象红豆现在也是法量稀疏,加之现在的李亚鹏,网友不禁调侃道,有一种秃头叫王妃的前任。 王妃和谢霆锋的世纪复合红豆娱乐圈,也有不少网友打趣道,真替挺风的头发担心。 夜思流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